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年在犹太人他们过新年的时候 大概在祝本节第三天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在圣殿或者在会堂里面诵读传道书 为的是要提醒大家要弄清楚 什么是人生的真正的意义 如何才能够活出一个有意义喜乐的人生 那今天是我们传道书第一讲 我们要一起来查考传道书第一章第二章 首先传道书的作者要回答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 人生有意义吗 人生有意义吗 那我们一起来看传道书的作者怎么回答 第一段圣经 第一章二节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传道书 传道书的作者回答人生的第一意义 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 人生有意义吗 传道书的作者给你们答案是 人生不只是虚空 而且是非常虚空 在希伯来文法里面 他们是没有像英文里面有最高级 他们要表达强烈的语法的时候 就是重复 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意思是非常非常的虚空 人生是非常虚空的 你读起来有没有有点佛教的味道 好像有点佛经的味道 但是其实传道书讲的虚空 跟佛教讲的虚空不太一样 佛教讲的是虚无虚幻 但是圣经对于上帝所创造的物质世界 是承认 而且是很真实的 也接受这个真实的世界的 传道书所做的虚空 是指的没有益处 没有价值 没有益 意思说面对这个很真实的物质世界 我们接受 但是你要知道 假如在这个世界里面 你活得没有价值 活得没有益处 没有益的话 传道书的作者给他定义 叫做虚空 传道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 在日光之下 你忙忙碌碌碌碌 没有生活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 没有功能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虚空的人生 传道书指出我们活出这种虚空 没有意义的生活 徒劳无功的生活 主要有三个理由 三个主要原因 让我们觉得是虚空的 第一 就是说 我们在日光之下 牢牢碌碌碌 这整个过程 是 枯燥 短暂 无聊 重复 没有心事 这会让我们感觉到虚空 所以我们来看 第一章第四节 到第六节怎么说 说一带过去 一带又来 地却永远长存 日头出来 日头落下 急归所处之处 风往南瓜 又向北转 不足的旋转 而且返回转型 原道 第九节第十节 一起来 以有的事 后必在有 以行的事 后必在行 日光之下 并无心事 其有一件事 仍能指着说 这是新的 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 早已有了 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 人生苦短 又苦又短 又枯燥 难怪我们会觉得 人生虚空 人生虚空 当我们活在这世界上 一些事情一直在重复发生 又枯燥又无聊 又没有什么新的 我们会觉得很虚空 我记得很多年前 我在北美的时候 碰到一个 才四岁的小女孩 跟他玩的时候 他说 I am bored 我很无聊 四岁 就觉得人生很无聊 真的人生是很无聊 当一个小朋友觉得 生活很无聊的时候 他马上会怎么样 产生一些不良的行为 很多小孩子都是因为 做坏事 都是因为怎么样 要寻求持续 很无聊 所以小孩子不要让他无聊 要让他有聊 那大人 小孩子会无聊 大人会不会无聊 会 我记得我 三年前刚从美国未来 在服侍社亲团庆的时候 有一天有一个姊妹 就来跑 就说 杨哥我这生活真是无聊 每天早上 我就赶公车去上班 然后坐了八九个钟头 又下班赶公车 下班回到家 又是洗澡 吃饭 睡觉 看电视在睡觉 每天就这样重复重复 一个礼拜 他觉得好无聊 常道书这首说 一代过去 一代又来 人生枯燥 没有新鲜的事 因此我们感觉 人生虚空 这第一个原因 枯燥 无聊 又短又苦 重复发生 没有新事 那第二个 这种劳碌的生活 让我们觉得虚空 有第二个原因 就是我们所得的东西 让我们心 并不满足 我们看第一章 第八节怎么说 他说万事令人厌烦之外 人不能说 还有呢 眼看 看不饱 耳听 听不足 换句话说 我们在劳碌世界 所得到的东西 让我们心不满足 当你心不满足的时候 不满意不满足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人生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 很虚空 很虚空 就好像有些学生 拼命读书 他有个盼望 很想上一个理想的大学 好不容易被让他考上了 考上大学后 他发现 读了几个月 觉得也没有什么 更糟糕的是 一学期读下来 功课荡了一屁股 然后被扫地出门 本来觉得 很不错的 到手以后 也觉得没有什么 更糟糕的是 被他弄坏了 就觉得很遗憾 有些人 看别人在大学生 看到别人谈恋爱 哇 也很想搞一个来谈恋爱 结果后来追到一个女朋友 拼拼追 追到以后 追到手以后 后来就结婚结婚 又天天吵架 一年不到 离婚了 婚姻在他手中 被录影了 很遗憾 得到手东西 好像不能够满足他 有些人拼命找工作 好不容易 给他找到一个工作 三个月不到 老板嫌他 太嫌老板 结果要不然就是辞职 要不然就是什么 留在工作岗位上 非常的痛苦 我讲的不是特例 是通力 通力 常常觉得 我们人生充满了 许许多多的遗憾 不满足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 很多人看这些事情 在劳碌的生活里面 我们觉得很虚空 人生除了因为 枯燥无聊 不满足 不满意 会带给我们虚空以外 传道书还告诉我们 第三个会让我们 会让我们觉得虚空的 第三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 第一章十一节 告诉我们说 已过的世代 无人纪念 将来世代 后来的人 也不纪念 他在讲一件事情 讲说 我们人人都要面对 人生走到尽头的一个结局 叫做什么 叫做死亡 死亡 让我们每一个人的遭遇 都变成一模一样了 即使不管你是王公贵族 或者是贩夫走族 最后的结局都一样 更糟糕的是 你死了以后 没有人纪念你 即使你在地上 有丰功伟业也罢 到时候两脚一伸就没有了 更糟糕的是 没有人纪念 难怪有人说 亚历山大大帝 记载说 当他去世的时候 他要有人在他的棺材两边 挖两个洞 两只手伸出去 他说我这两只手 刺手空拳 创造了欧亚非三州的一个大帝国 可是我死了以后 我两手空空的离开这个世界 我什么都带不去 真是虚空啊 所以传道书的作者索罗门 一开始就指出 人一生劳碌 是枯燥苦短 而且不能够让满足 结局是死亡 没有人纪念 所以他下了一个决论 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一切都是朴风 他在第一章前半段 就下了这样的结语 人生是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那紧接着第一章的下半段 到第二章的时候 他就用自己的经验 提出证据 来告诉大家 人生是虚空 人生都是朴风 他用三件事情来证明 他所讲的没有错 第一个 我们来看第二段圣经 传道书第一章十六节到第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我心里议论说 我得了大智慧 胜过我以前在耶路上人的众人 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 我又专心查明智慧 狂妄和愚昧 乃至这也是朴风 因为多有智慧 就多有筹房 多加征知识的 就加征忧伤 人越想用自己的智慧去追求人生的意义 就越追求的结果是愁烦忧伤 得不到结果 这是所能本自己的经验 他非常聪明很有智慧 可是他归结说 追到最后都追不到结果 所以今天很多的哲学家 很多的宗教家 很多的思想家 很想清楚弄明白人生有什么意义 结果到最后 从黑头发 随到白头发 从白头发追到兔头 都找不到答案 找不到答案 所以越聪明 越有智慧 在人看起来的就越痛苦 在我们那个时代 我记得有一个文学家 他得到诺贝尔奖的 叫做海明威 听过没有 听过的年纪都跟我差不多 OK 他写了很多文学著作 其中有一本书叫做老人于海 还拍成电影 我们那个时代 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去看那老人于海 看完就是很多的忧伤 可是我不知道忧伤是什么 我才看不懂 他比我聪明 可是我就看不懂那影片是什么 只觉得很忧伤 很空虚 这个人 他名利双收 很有名 也赚了很多钱 可是他找不到人生的意义跟价值 最后他用双管裂枪 结束他自己的生命 多有知识 多有聪明 就多有烦恼 多有烦恼 你知道吗 今天有多少人在精神病院里面 都是绝顶聪明的人 他们想很多 想得逼人更多 想到最后精神错乱 笨笨的人还不会进精神病院 很多人是这样子 想到脑筋打局 这是所罗门 他那时候就发现这些事情 智慧没有办法 人的智慧没有办法 帮助我明白人生的意义 既然知识智慧没有办法 让我明白人生意义 他就尝试另外一条路 另外一条路是什么 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二章 第一节第二节 预备来 我心里说来吧 我以喜乐试试你 你好享福谁知 这也是虚空 我只嬉笑说 这是狂妄 论喜乐说 有何功效呢 假如你去看传道书第二章的时候 他就想尝试另外一种实证主义 经验主义的方法 重情欲乐 盖大宫殿 娶很多的老婆 三公六宴七色嫔妃 结果这些 他说他试过这些东西 他还是找不到人生的意义 他还是觉得很虚空 不满足 他用他的理智 他用他的经验 发现都没有办法 解决他生命的问题 然后紧接着第三个 最后 所同门就查考人生的绝取 在第二章十一节 十八节 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后来 我查看我所所经营的一切事 和我所所劳碌的 整成的功 谁知都是虚空 都是披风 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 恨无一切的劳碌 就是在我日光之下的劳碌 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 那人是智慧是愚昧 谁能知道 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 就是我在日光之下 用智慧所得的 这也是虚空 他发现人生最终的结 最终的最后一条路是什么 是死亡 每一个人都是一样 像我这么聪明的 IQ 180的 跟那个IQ 灵弹的结局都一样 都要死 这是虚空 更糟糕的是说 我劳碌所得到的一些东西怎么样 拿不走 都要传给后面人 也不知道传给后面人是聪明还是愚笨的 反正我自己一无所有 我劳碌一生是一无所有 所以 所得门根据他的智慧 根据他的经验 根据他对人生最终的看法 他印证的第一章所说的 人生是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都是朴风 OK 问题就来了 难道陀罗上帝的话语 在传道书里面只是告诉我们 人生是虚空而已吗 他只是要告诉我们这样子而已吗 其实 传道书要传讲的信息 他是先用反话 来刺激我们 要给我们每一个人当头伴赫 在日光之下 你用尽一切办法 你是不会明白人生的意义的 除非你要有另外一种眼光 那种眼光是什么呢 你需要得到一种正确的眼光 从上帝来的眼光 那是什么样的眼光呢 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圣经 二章二十四节 跟十二章十三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杯 请 人莫强如吃喝 且在劳碌中享福 我看这也是出于上帝的手 这些事都已听见的 总义就是敬畏上帝 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他告诉我们 要看人生 找到人生的意义价值的话 除非有另外一种眼光 就是上帝的手介入 当上帝的手一介入的时候 这虚空的人生就会变成有益的人生 这劳碌的人生会让你享福 会让你喜乐 关键在哪里 要得到日光之上的眼光 有两种眼光看人生 一种叫做日光之下 是有罪的人 有限的人来看人生 是看不明白的 是看着这世界 觉得这世界是无聊的 是不能够满足的 是无意的 可是另外一个 当你得到日光之上的眼光 就是耶和尔上帝的眼光 敬畏他得到 Torah的教导的时候 上帝眼光完全不一样 让你知道 人生可以不虚空 关键在哪里 敬畏耶和尔上帝 并且谨守他的诫命 在传道书第一章第二章 他先有一个论点 说其实在忙碌里面 假如神的手介入的话 第二章二十四节说 人生是有记忆有价值 忙碌是会有喜乐的 然后到了最后一章 传道书十二章 十三十四在十四节 再做一个总结说 最重要的那种生活 要有一种态度 一种眼光 叫做敬畏耶和尔的眼光 敬畏耶和尔的眼光 在整个传道书里面 有八次提到 这种有意义 有价值是要敬畏耶和尔 那你就可以享受 神在劳碌的世界 要给你的祝福 那我们今天是讲第一次 跟第八次他所讲的 那其中还有六次 是埋伏在虚空的人生里面 你要去把它找出来 叫你读 传道书只读到 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都是普通的话 那你就会像读佛经 一下不想再读了 你要去找 在这个虚空的人生里面 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 就是要让上帝的手进来 我们对人生的看法 跟态度会决定的 我们这个人 是不是会落在虚空里面 或是说在有意义 有喜乐 有价值的人生里面 一个人的态度 或者一个人看事情 看自己 看上帝 看周围 人事物的眼光 会决定一个人 人生过得好 或是不好 会决定一个人的结局 跟命运 态度 你错误的态度 你用有限的人 有罪的人 像戴着墨镜 看所有都是黑的啦 灰的啦 可是把眼镜放掉 你用 要把上帝的眼光 来看事情的话 那 人生就会变成 白色的 跟彩色的 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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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耶稣就是要 眼光要改变心意 怎么样 更新而变化 所以 态度 就决定你的 生命 过得好不好 的程度 所以 眼光很重要 有两个人 跑去井边 打水 一个说 真倒霉 每次 打满的水 离开以后 再回来 都是空空的 另外一个说 感谢主 每次我都是 空空的来 满满的离开 差别在哪里 一个只看空 一个只看什么 上帝给他恩惠 所以 心情就截然不一样 有两个人到非洲去 鞋商到非洲去 想推销鞋子 一个看了非洲土人 脚上都不穿鞋子 说 真倒霉 在这边没有生意可以做 另外一个看了 就说 感谢上帝 他们都没鞋穿 我要回去制造大批的鞋子 倾销非洲 你知道吗 同样一个处境 眼光看法不一样 最后的际遇 最后的结局都很不一样 面对人生 传道书主要告诉我们 要注意 有两种眼光 有两种态度 第一种态度 叫做日光之下的眼光 日光之下的态度 这是有限的人 有罪的人 戴着墨镜来看的 会看人生是没有 价值没有意义的 是虚空的 那第二种态度是在日光之上 日光之上 用敬畏耶和尔上帝 用陀罗 用神的话语的眼光 来看人生 这样的人 他的人生是劳碌 但是是享福 是喜乐的 人用日光之下 用有限 用有罪 堕落人的眼光 来看世界的话 人生会很枯燥 又苦又短 而且不满意 不满足 而且最后的结局 是很悲惨的结局 带来的都是倒霉跟痛苦 但是如果用上帝的眼光 用日光之上的眼光来看 换掉眼镜 而是用上帝的爱 用上帝的话 用上帝的喜乐 来看人生 用爱来看人生 人生会跑出自己喜乐 也带给别人喜乐 自己享受 也可以带给别人享受的人生 今天我们很容易 用日光之下的眼光 来看事情 同意吗 同意吗 我们很难用上帝眼光 看事情 同意吗 因为我们说我们自己 说我们的家庭背景 过去的背景 说我们的系统的限制 常常看错了 举个例子 暑假台风常常会来 我记得有一年台风又要来了 我们有一个弟兄住在附近 他家在附近 他每一天都看着耶路撒冷 看着正理堂 就为正理堂来守望祷告 很不错 可是那一天说台风要来 他一看不得了 我们北侧 北侧有四个窗户是打开的 但马冠打电话给我们的警卫说 警卫啊警卫啊 你知道不知道 我们有四个窗户要赶快关起来 不然台风会来 警卫怎么说 我看不见 哪里 来往前 这弟兄不实心说 你怎么可以看不见 你是警卫 怎么可以看不见 警卫也很有趣 他回答说 我在里面根本看不见 你在外面看得很清楚 更糟糕的是 那四扇窗户 有一扇窗户 是主任牧师 办公室的窗户 在里面看不见 就是看不见 在外面看得清清楚楚 在日光之上 看事情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要多为你们的主任牧师祷告 黑色跟黑色 那什么是在日光之上的眼光 什么是敬畏耶和华的眼光 敬畏耶和华是怕他怕得要死吗 不是啊 这华人的华语这样让人家感觉 那敬畏耶和华是什么 简单是说 在乎上帝 在乎他的眼光 比在乎人 在乎自己 在乎作为人 更在乎 那叫做敬畏耶和华 就像 比法上帝对亚伯兰说 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 因为你没有保留自己的独生孩子 不给我 你很在乎我 那叫做敬畏神 所以用日光之上的眼光 看事情 就是说 我把上帝的看法 上帝的眼光 上帝外 看得比我的看法 你的看法 作为人的看法 更看重 这叫做日光之上 这叫敬畏耶和华的眼光 你在乎神 你就会做出正确的抉择跟决定 你就会正确的眼光 做出正确的抉择 你就会享受人生 你就会喜乐人生 你就会有得胜的人生 即使面对苦难 你还可以欢欢喜喜 因为你站在恩典的地位上 看事情就是完全不一样 你可以得胜 而且可以喜乐 阿们 就看你会不会站在 上帝的立场 重视它 看重它 来做判断 由于美国 我有一次看到一个报告 美国有一个 一支橄榄球队 他们很喜欢打橄榄球 这支球队一直都得胜 后来成为第一名冠军 全国第一名冠军 那我来反问他们说 你们怎么可能会打得那么好 为什么在 特别在竞赛场上 很多的压力的时候 很多观众又叫做 他们都不会失场 为什么 他说有一个秘诀告诉大家 他说因为每个礼拜一 我们都会关在教室里面 我们的教练就会把我们过去一个礼拜 我们所有的比赛 每一个人动作都放出来 然后告诉我们要纠正什么 要纠正什么 要纠正什么 所以我们已经被训练成一个动作 我们在乎我们教练的指导 我们的他的眼光 他的指示 更胜于周围的人的 对我们的影响 所以每次在比赛的时候 他们只注意教练的指示 然后全力以赴 因为他们在乎教练的眼光 他们根本不甩周围的环境 所以他们会打胜仗 这叫什么 这叫做在乎上帝 拆来的教练 是耶稣的眼光 我们就会打胜仗 若有人在基督里 怎么样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 在基督里 就是上帝有能吸引 在基督里 基督是完全的爱神 完全的爱人 只要看他 你就知道上帝的眼光是什么 你只要看耶稣 就知道耶稣所做 就是上帝的眼光 这比什么先知远 都还正确 看耶稣就对了 哇 我们有耶稣的话 我们就会有新的创造 所以常常 杨师母每天晚上回去的时候 他会分享很多心事 因为寻求耶稣 在圣灵里面 神就给我们一些光照 我们想都想不到的一些方式 来面对辅导 面对人生 面对失望很多的问题 在基督里 就让我们有新事发生 而不是枯燥无畏的 哇 坐船道人真是很有趣 都没有反应 很有趣 很多的困难 很多的挑战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来寻求主 主就告诉我们 去做 哇 那种新事出来 真是很兴奋 所以人生哪里会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 是看你会不会 在乎上帝的眼光 在心愿里面 就是基督 我们的主的眼光 让我们可以做得胜者 今天我们能不能生命 丰富丰富丰富 完全在乎 你是不是在乎神的眼光 你是不是在乎 我们的主的眼光 旧约有一个很凄惨的记载 是一直在提醒我们的 就是以色列在摩西 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在旷野里面 他们第一次来到加安帝地 旁边的时候 要进加安帝 他们派出十二个探子进去 去探地 十个探子回来回报说 哇 那个地真的是很好 牛奶一蜜之地 但是 那些人都是像巨人一样 他们看我们像炸门 我们看我们自己也像炸门 怎么打 所以不要去 不要去 可是另外两个人眼光 完全不一样 就是耶稣亚跟加勒 他说 那个地是非常非常好的地 而且神应许 我们一定可以得着 因为应辟他们的 已经离开他们 我们有神的同在 不用怕 不要害怕 我们足能得胜 可是 十个探子影响的 所有以色列的百姓 很悲惨 全部都死在旷野 进不了应许之地 可是只有另外两个人 加勒跟耶稣亚 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 有没有 因为他专心 在乎耶和华上帝眼光 胜过一切 十个探子 放大仇敌 缩小自己 看不见上帝 可是 耶稣亚跟加勒 他们只看到 上帝在那里引导他们 所以 他们虽小 可是他们不在乎 仇敌虽大 他们也不在乎 他们只在乎耶和华上帝 这叫做敬畏耶和华 敬畏耶和华就是 以神的眼光 为最重要的眼光 今天我们基督徒 要过一个得胜的基督生活 过一个 享受的基督生活 过一个喜乐的生活 秘诀在那里 只有一个 你到底在乎不在乎 我们主的眼光 一个人重生 一定是 里面的眼光改变 一个人成胜 得胜 也是因为 他得到的 主的眼光 他才能得胜 不管你年龄 多长多幼 都是一样 只要里面 你没有一个 得到耶稣的眼光 你就没有办法 在地上过得胜 享受的生活 我们这个 暑假有好多的赢会 有好多的见证 我们为我们的年轻人 祷告 你知道吗 有儿童的 有青少年 有大专 很多的见证 那其中最touch的 一件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高中生 我们高中生有200个高中生 两个第一次去参加 他们是真爱赢 结果最后的结局 他们的最后的结果 告诉我说 哇 所有的年轻人 有很大的翻转跟改变 带上 不只是带上 守真环 而且绝次 要一生 婚前守真 婚后守约 那有一个辅导 告诉我说 他亲自带领了 三个高中生 小弟兄 回去以后 做了一个伟大的决定 赢会完 就跟他们的女朋友 全部分手 好事 好事 爸爸妈妈最开心 交给辅导来处理 因为他们说 他们不成熟 而且在网路上 搞的那个女朋友 就乱搞 他们说 先定方向 再定对象 我人生的方向 都还没有确定 我怎么可以去谈恋爱 所以他们就效法 他们的辅导 大一大大三 不要交女朋友 他们做这样决定 不容易 那 我就说 他们怎么会有 这样的决定呢 辅导告诉我们 说因为 听到一些 大哥 大姐的见证 他们的见证 很有说服力 他们羡慕这些大姐 因为他们 在乎 上帝给他们 有这样的结局 他们看见了 所以他们要跟随 见证很重要 见证很重要 所以 我们常常跟年轻人 在一起 分享我们的失败 分享我们的成功 最能够影响他们 不是讲道理 功夺力 把复活的主 在我们上的心里 活出来给他们 看见的 他们得着的 他们就会跟随 所以我就想到 跟他们同样年轻的时候 在我跟他们 同样年轻的时候 我发现 一些大哥们的见证 对我是很有帮助的 其中有一个 是校园团器一个大哥 他后来毕业以后 去基隆的海关 做事情 他的同事 一个一个一个 最后都被抓了 因为贪污 收受贿赂 只有他 一直独秀 而且一直高升 最后他 后来 离开他职位的时候 还去做牧师 做传道人 这样一个弟兄 你再问他说 你怎么能够 在这样污秽的 污染的一个 染缸里面 你才能够靠主得胜 他说有一个基本动作 我那时候很清楚 他就做见证说 因为我每一天 早上都有灵修生活 并且灵修生活 我是用罗马书 十二章第一节 第二节为我祷告 每一天用罗马书 十二章第一节 第二节为我祷告 向上帝祷告 三件事情 第一个 每天都感谢赞美神 第二个 每一天有罪 就向神认罪 第三个 把自己献上给主 一天要做的大事 中事小事 全部带到主的面前来 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 所以每一天 他就从上帝那边得到眼光 被上帝的爱手充满 被上帝的化手充满 然后进入到职场里面 他过得胜的生活 在海关那样充满试探 挑战的环境里面 他可以一枝独秀 为什么 因为他在乎上帝 他会活出一个 完全奉献给主的生活 他的见证就影响了 后面的弟弟妹妹们 今天我们是罪人 又活在罪人当中 我们里面充满了垃圾 我们常常戴着墨镜 就像瞎子一样 瞎子跟瞎子在一起会怎么样 回答我 会吵架 会冲突 无尽的冲突在我们当中 唯有把你的墨镜摘掉 把你里面的垃圾倒掉 然后你用上帝的眼光 去助别人 才会改变 转化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国家 跟我们的社会 很重要的是 我们要先得到日光之上 上帝的眼光 得到他的爱 得到的话 然后照着去遵行 让我们面对 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 每一个人里面充满了 很多的垃圾 失望 受伤 我们面对他们的时候 我们有力量 我们可以去祝福他们 不会受他们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一个 影片 一分钟 一分钟的影片 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喜欢的一个影片 谢谢大家 Tommy Yes Come on in How are you doing? Good 23rd and Broadway Yes sir Yes sir Let's go How are you today? I'm doing good Just so much to do So much to do Whoa Whoa Watch out Whoa That was close What the hell You almost hit me Where did you let me drive? Hey girl You mad Keep me late now No no How are you so calm And so friendly? This guy almost ruined your car And sent us to the hospital Well I'll tell you something man People are like garbage trucks Really now How's that? Well they run around With garbage And they're full of disappointment Full of frustration Full of anger And when their garbage piles up They need a place to dump it on And sometimes They'll dump it on you But you know what? You don't take it personal You just wave Smile You wish them well And you move on Don't let their garbage spread To the people at work At home Or on the streets You love those who treat you right And you pray for those who don't See now life is 10% Of what you make it You have an idea That's how you take it We're all done We're all done We're all done God 怎么办 我们是罪人又活在罪人当中 所以我们要学会一件 非常重要的福音原则 把我们的垃圾每天 倒给上帝 认罪 感谢 奉献 得到耶稣的眼光 得到耶稣的爱 然后我们在面对垃圾人的时候 我们就有力量 我们可以 嗨 我们可以不受影响 可以去转化 我们的国家社会 我们可以成为亚伯拉的子孙 自己领受祝福 也能够带出祝福 这是日光至上的人生 是充满喜乐 能够领受祝福 又带给祝福 带给别人恩惠的一个人生 假如 你戴着墨镜 假如 你在日光之下 你成为一个垃圾人 碰到垃圾神人 这个世界就乱七八糟 充满了枯燥 乏味 不满意 不满足 以及痛苦的结局 求主帮助我们 在未来这两个月里面 得到日光至上的眼光 好叫我们的人生 真的很不一样 阿们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满心感谢你 再次用你的道 来更新我们 我们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 求你今天 在我们当中 做安慰 做医治 做拯救的工作 改变我们的眼光 让我们得到 在基督里的眼光 若有人在基督里 就会有新的创造 愿你来祝福 所有得到你眼光的人 得到你的应许 可以不断有新鲜 活泼的创造 在我们当中出来 谢谢你 救我们脱离虚空又虚空 虚空又虚空 日光之下的人生 能够进入到 你愿意祝福我们 在日光之上的人生里面 谢谢你 赞美你 今天是圣诞礼拜 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 来到什么面前 好不好 我们再次来感谢赞美他 好不好 我们再次把我们垃圾 倒在他身上 好不好 我们再把我们里面 整个人奉献给主 我们得到主的同在 我们也祈求说 主啊 愿你的同在 在我里面有新的创造 愿我也能够把你的同在 带给作为 许许多多需要的人 他们需要正如我们需要一样 好叫我们人生 可以从黑暗灰白 变成彩色光明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 有一分钟的时间 来祷告 预备领受 主自己真实的同在